如果让你跑到海底一万米送外卖 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哦 阿诺 快看看你心感的大屁股 你已经当了两天的快递员了 为什么你看起来不高兴的样子 难道我们平时对你不好吗 所以你这是要把包裹送到哪里去 什么 你要去玛利亚那海沟呀 这个订单一定是小学生整你的吧 算了 阿诺 你还是快回来吧 方圆千里以内 连个人影都没有 阿诺快看 那是什么 竟然是一条通往玛利亚海沟的管道 这个下降高度大约36000英时 大约11000米 停起来可是真不见底呢 但这与整个地球相比 玛利亚海沟还不及路上的一个坑了 阿诺快进去 用这个密闭高速电梯下到底部 只需要11分钟 阿诺 你个寒癖在干嘛 你给我滚出去 现在 你得走下去了 如果你在海底一万米 遇到海面宝宝和泡芙老师 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阿诺现在正前往海底深处 底部的气压会是正常情况的两倍 如果这里面装满水 那压力就会达到1072倍 阿诺 快看看寒冷 高压 缺氧下的环境 对于海底生物有什么影响吧 有的恐虫对一些金属元素拱迁 产生了免疫能力 再看看这些单细胞生物 你就能想象月球 木星 欧罗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阿诺 你别嬉皮笑脸了 这个海底下没有任何人 甚至连生物都没有 除了一些迷路喝醉的虾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到达月球的人数 甚至比到达玛利亚海沟底部的人数还要多 阿诺 阿诺快看 这海底还真的有人在外面 但是他们该怎么给你付钱呢 难道要给你些黄宝吗 如果你想回到地面 整个返程至少需要24个小时 或者你可以打开眼前的这扇门 哦 阿诺 咱们的泡芙老师会很欣慰的